这是我养的小老鼠 它不是老鼠 它是我的第二只猫 它是惬意的生活家 在内乐天之命 在外悠然自得 它喜欢窗边的风景 喜欢电视里的动物节目 让它更享受在草地上奔跑 徜徉大自然的快乐 第一次见到它是在2021年 当时的它真的就跟一只小老鼠一样大 第一次坐车 它安静的待在后座观察 然后开始好奇的四处探索 有时候会把我的头发当成狩猎的对象 有时候也会目标到我的狗身上 玩累了又睡得跟天使一样 睡饱了又是精神异异的模样 还会像猴子一样 第一次量体重只有700多公克 看起来就跟我桌上的雪壁差不多大 跟我家的狗的头差不多大 何不趁它体积小 细带方便多多带它去见见世面 曾经为它取名早安 后来觉得小老鼠这个名字更适合它 小小的身体长长的尾巴 敢于冒险了精神与丰富化的环境 加速了它的学习与成长 也让它培养出超强的适应力 它独立自主表达能力也很强 每当它在外面大声呼叫的时候 它是在跟我说 快点带我回家 我快尿出来了 我相信美好的猫身 是能够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的尽情探索世界 过度的保护 可能阻碍生命更好的发展 也许适时的放手 才能让它走出羽翼 长出自己的力量 每一只猫就和每个人一样 都有自己的样子 希望我的小老鼠永远做它自己 永远自信勇敢 永远快乐 平安 健康 你是我生命中短暂的过客 而你把一生都给了我 我会珍惜有你的每一天 永远连 descon dressed 每个人都给了你 永远尽 sais